哈喽主播我们先来这点是高雄的骑津区 透画面可以看到我们在骑津区这一处可以说是豪华的骑津露营区 那现在呢经过风雨之后呢却变成了这部模样 现在呢在这个骑津呢这个豪华的这个露营区这边呢 经过风雨袭击之后所有的帐篷已经成为碎片 那么不管是灯具呢锅具呢全部都已经是成为破破烂烂的状况 整个豪华的这个帐篷区的这个帐篷的帆布都已经破碎剩下骨架的部分 那么呢在旁边的这一些外面的外帐篷区也只剩下支离破碎的骨架 那么有些垃圾桶啦冷气啦剩下一些硬体设备都在外面 垃圾桶也都滚落在外面 那么呢透过这一个杜树类台风的一个晚上的风雨袭击之后 在旗津的这个豪华的露营区呢可以说是经过了相当严重的袭击 原本应该是要在这个路中间的整个遮雨的这个帐篷 却不只剩下支架 整个帆布几乎都已经不见了 所以大家都说怎么只剩下这样的模样 觉得这个台风实在是很可怕 就连辖区警方都说经过昨天一晚的风雨袭击 都说来到这里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在这里是可以说是直接迎风面的第一线毫无遮掩 所以呢也因为毫无遮掩 所以风雨呢也可以说是在摇滚区 风雨来风大雨大强力袭击 这个帆布呢也是完全没有办法就直接被打破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在这里度数的台风 所以已经离开台湾 但后面带来的风雨仍然是没有减弱 在骑进区也是带来相当大的威力 那么下次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 家世 国世 天下世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掌握每日时 事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世 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世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 开启 扫铃铛 예뻐 开启 扫铃铛 感谢观看